台湾開來的讀者大家好 我是Anita 那我今天要來介紹怎麼樣做無患子洗髮精 它很特別的就是 它在果子裡面它自己就有造素 就有還不錯的洗潔能力 所以今天我就會用這個無患子的粉來做洗髮精 那基本上這邊的話是有兩杯的水 然後對三湯匙的無患子的粉 這個是鼠根葵 那我會選這個藥草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它是一種天然的細 所以它會讓你的洗髮精滑滑的 那這是一些古老的印度 他們覺得有護髮的功效的藥草 那它有這個Fenugreek Seed 就是台灣的話叫做葫蘆巴子 然後還有這個Ostraw 還有這個Horsetail 基本上我們就是把它加熱 然後讓它滾大概滾20分鐘 這個是我們已經煮好的無患子的清潔劑 那這裡面的話有很多我們剛剛加的藥草跟無患子的粉 所以我們要先來過濾 那我這邊的話是有準備豆漿過濾的那個布袋 因為煮的話它需要一點時間過濾也需要一點時間 所以這個是我們之前就已經先過濾好的也已經放涼過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用它 那你看它就是水狀 咖啡色的水狀 因為無患子是咖啡色的嘛 洗髮精這樣子水水的 其實它不是那麼好洗液狀的 你把它弄在頭髮上其實它就會留得滿臉都是 所以我們要把它加濃稠一點 讓它有一點像洗髮精這樣的話才會比較好洗 那我今天用的這個是三鮮膠 三鮮膠的話其實它就是一種大豆玉米膠 那它加下去以後就會變成狗狗的這樣子 我還會加一點這個複方抗菌 那它並不是防紋肌 它只是要去防止它的那個細菌會去增生 所以我們要加一點 那另外還有的就是我們會加一點精油 那其實這個的話就是看自己的喜好 看你喜歡什麼味道去加 那加完以後就是繼續的攪拌 那其實有的時候如果我比較懶的話 我就會把它放隔夜 其實隔夜以後它的那個三鮮膠 然後自己會慢慢的散開來 那它也會變成就是gel狀的 就是變成像洗髮精這個樣子 其實我使用這個洗髮精的話 已經超過半年了 那我在用第一個月的時候 我就非常有感覺 因為我用完第一個月以後 我基本上完完全全不用再去用任何的護髮乳 它就是滑滑的然後就非常柔順 只要洗完沖完的話就是順順的 那我是覺得說大家可以試試看 用這種自己做的無患質的洗髮精 看是不是說可以減少一些化學的傷害 油膜和品質的水平 我覺得很清潔 怎麼會變得更好的 我的意思就是